这场对决打得太凶了吧 超级十几号对抗这战士 到底哪方战力用强 贝基塔以及铁拳打脸 竟然只打出0.1的宝击 十几号擒出他的手腕 随手就轮飞 欧布一套龙行拳 十几号都拦得理他 俯身下腰擦擦小皮鞋 五范发动满功率的龟白击弓 从正面击中他 居然连根头发丝都没有打断 而超级十几号一记右勾拳 垂飞特兰克斯 一记左勾拳垂飞午饭 一记旋风腿踢翻了欧布 一招铁梁头砸懵了五天 再加一招铁肘冲击 爆锤贝基塔的腰子 贝基塔生气了 使出必杀技 终极闪光炮 气焰凝结成毁灭之力 十几号呢顿时消失在冲击玻璃 贝基塔大姐 就算是卡卡罗特 也挡不住我这招 惊人的是十几号间毫霸无伤 十几号一招闪光电击 激光导刃从天而降 Z战士们惨遭毒打 而悟空呢还困在地狱 彼克前来捞他 悟空很意外 你没有去天堂吗 肯定是你长得太绿 彼克开启传宗门 将悟空送回了人间 悟空立刻赶往战场 战场上是几号令七七灵笔 对贝基塔放出死亡光波 紧急关头 小邦申请了哥罗伯士 要求十几号停止攻击 不然就撕票 哥罗伯士痛制小邦 谁家的小姑娘 还敢殴打老人 父母是怎么教的 没成想 十几号还真放下了手 但下一秒 他竟然向格罗伯士 发起了攻击 小方赶紧撤退 可叹格罗伯士 悟悟又被消灭 原来 悟伯士早就将十几号 偷偷地改造成 只听他的命令 十几号对贝基塔 发起致命一击 千军一发之际 悟空赶到战场 将贝基塔及时推走 随后 变成超级撒人第一击 迎战十几号 悟空一击直拳 十几号绕地球半圈 竟然被垂去了南极 十几号打出闪光电机 隔着半个地球 对悟空是狂攻乱战 悟空突进南极 十几号一波激光雨 就将悟空打进了冰谷 十几号刚落地 悟空就是一发冲击波 十几号坠落 但悟空没有注意到 十几号的身体正在膨胀 悟空又是出权威力的跪拜气功 直接火力全开 地面都被杀出一个无底洞 十几号却啥事没有 反而战力大幅提升 一击直冲拳将悟空垂到太平洋 悟空变身为超级下人第四阶 谬波是开愣了 你这又开挂 悟空光波涂涂 十几号你这表情什么情况 悟空一顿输出 逐渐发现不对劲 十几号好像故意被他打中 悟空反应过来 十几号有能量吸收装置 悟空打住十倍的跪拜气功 十几号不禁赶接 居然还吸收了 战力暴增了百倍 悟空只能近身格斗 但十几号反应极快 他还没靠上去 就被十几号炸飞 即使使用瞬间移动 十几号也能及时反制 十几号整出个地狱弹 瞧悟空砸过去 悟空赶紧瞬间移动 从背后抱住十几号 悟空决定自爆 只有用这个办法 能拯救地球根伙伴 十几号吓得拼命反抗 然而根本争夺不开 一刀墙墩掠过 悟空摔回地面 而十几号竟然没有怪 他及时启动了屏障 挡下了这关键一击 然而悟空呢 无力再战 面对十几号的超级地狱弹 坦然接受这命运的安排 关键时刻 有人挡在悟空身前 居然是十八号 十八号救了悟空 难道是真爱吗 为什么极其不来救悟空呢 十八号忽悠十几号 我体内有超级核弹 只要我启动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会被炸成灰烬 十几号顿时停止攻击 只有悟空知道 那个核弹 早就被神龙拿走了 缪博士痛使十几号 赶紧给我灭掉悟空 为什么 十几号被激怒 直接将地狱弹 砸向了缪博士 缪博士领了河泛 十八号发动气功波 疯狂炸十几号 要被克林报仇 十几号呢 尽情的吸收能量 战力持续飙升 就此时 悟空发现 十几号吸收能量时 无法行动 悟空冲到十几号眼前 使出了必杀戒 龙拳爆发 金甲巨龙 直接击砖他的心脏 机械身体 再也无法运转 悟空接上30倍的无法气功 彻底终结了超级十几号 十八号眼里翻嘞 总算给克林报了仇 悟空告诉十八号 其实十几号知道 你体内没有核弹 他没有对你下手 是因为你是他的姐姐 他再是坏蛋 也舍不得对姐姐下手 十八号更加哀伤 如果克林跟弟弟都在 那该多幸福啊 悟空激起龙珠 要把克林复活 结果龙珠上面 全是裂缝 召唤出来的神龙 竟然邪气冲天 众人直呼 这龙珠是盗版的吧 邪恶的神龙 点起根烟 痛治悟空 你们利用龙珠 破坏了自然法则 必须接受惩罚 紧接着 邪恶的神龙 将七个龙珠 吸进了嘴里 居然转化成 七条邪恶龙 分散到世界各地 为非作歹 老金王神告诫悟空 你们此前 每用一次龙珠 都会增加浮象能量 浮象能量积累太多 才导致龙珠变坏 必须尽快打倒邪恶龙 不然地球真的要玩 悟空带上小芳 吉鲁 踏上了屠龙之旅 吉鲁引路到一个村庄 二星龙正在欺负小姐姐 小芳一记飞踢 把他吹成弹珠球 二星龙刚站起来 就被石头砸住脚 疼得哭蝶喊娘 小芳一脸无语 邪恶龙真有那么可怕 二星龙瞬间几眼 我可是最强的邪恶龙 然而 小芳一个耳光 就把他扇到十万八千里 二星龙怒斥 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内心这么恶毒 就跟你的眉毛一样丑陋 此话一出 悟空跟吉鲁 吓得赶紧后撤 小芳顿时火猫三丈 他最讨厌别人 说他眉毛丑 一道少女萌萌拳 揍得二星龙鼻子脸肿 随后 联手悟空打出了冲击波 二星龙覆灭 悟空拿到第一颗龙珠 表弟伯爵 下面你接着讲 好的 二星龙 是悟空向神龙许愿 让五八父亲复活时产生的 吉鲁探测下 悟空来到郊外小镇 遇到了五星龙 他能操控不明液体 裹在俩人身上 释放高压电 俩人被电够呛 他将液体吸到身上 竟然还能奥特曼化 一发高压电流 电的悟空差点闪架 悟空变身超市 电阻爆增千倍 根本不怕这电纳电 悟空使出十倍的龟派气功 重击五星龙 没料到 五星龙皮糙落后 竟然反弹回来 悟空瞬间被炸回普通形态 五星龙便出触手 伸到电线上 疯狂吸收电力 体型更加奥特曼化 悟空跟小芳 被粉炮炮裹住 惨遭十万伏的高压电毒打 危急关头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五星龙瞬间短路 悟空跟小芳趁机逃脱 下一刻 五星龙就自爆身亡 悟空拿到第二颗龙珠 五星龙 是被吉塔出来地球 不马复活悟空时产生的 下一站 是于明春 六星龙在这里 他是神龙第一次登场 乌龙许愿 要你海内酷时产生的 小芳顿时羞红了脸 爷爷以前到底在干嘛啊 六星龙擅长操控风和气流 一招空裂气弹 直接炮轰海岸 悟空小芳冲击上前 竟然被风墙弹开 他又使出一招 夜风真空斩 他高速自旋起来 带动气流形成空旋之刃 瞬间将悟空八个惊弓 一头撞沙滩上 悟空赤裸着小屁屁 让小芳又羞红了脸 六星龙也觉得不妥 赶紧吹小芳 给悟空换套衣服 这使六星龙变出真身 好家伙 竟然是个女装大佬 六星龙一招风洞击压 将悟空卷进山里面 极强的风压 完全压制住悟空 小芳赶紧飞到六星龙的上空 风流中心 是最弱的地方 小芳一招龟派气弓 从阵上空中击六星龙 成功救出悟空 悟空配合小芳发动总攻 六星龙引恨西北 悟空拿到第三颗龙珠 第四战是荒漠 七星龙在这里狂搞地震 他是被吉塔被巴比迪控制后 灭掉吃瓜群众 众人向神龙许愿 复活吃瓜群众时诞生的 七星龙看到悟空 居然毫无反应 悟空在他耳朵边大喊 我们干架吧 这一嗓子 差点把七星龙喊走 七星龙看着悟空 满脸困惑 你们找我有事 悟空差点以为找错了人 七星龙不想战斗 只想不停地搞地震 前方百米外就是城市 悟空赶紧变身超市 将断裂的陆地 重新合到一块 等到七星龙钻出地面 看到悟空将城市保护得好好的 一马升起起来 一记气波涨 无数激光炮冲出地面 然而速度太慢 根本打不着悟空 悟空站他头上 他竟然还敢炸自己 然后就原地趴倒 小方拿下龙珠 突然 龙珠放出一道光波 小方瞬间就被拖进去 他的身体 眨眼间就膨胀成一只怪兽 七星龙就附体在小方身上 悟空这才明白 龙珠就是七星龙的本体 他是假装战败 接近小方 七星龙发动进攻 悟空只能不停地躲 他不想伤害到小方 七星龙甚至还能发动龟派气功 城市瞬间沦为人间炼狱 没办法 悟空只得变身超市战斗 一记大脚 就把他给踹倒 七星龙难以置信 悟空真敢对孙女下手啊 小方鼓励悟空 勇往直前 只要能打败七星龙 他牺牲也是值得的 然而七星龙不相信悟空会下死手 悟空直接使出三十倍的龟派气功 七星龙顿时直冒冷汗 你这家伙玩真的啊 七星龙惨遭鸡飞 小方同时也在心里 跟家人朋友到了别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七星龙竟然还在坚挺 他知道 悟空根本下不去手 不然三十倍的龟派气功 绝对能秒掉他 七星龙对悟空一顿毒打 悟空根本没有任何战意 他怎么可能对小方下死手呢 就在此时 七星龙将小方变换出体外 让悟空见他最后一面 瞬间 悟空抓住小方的手 全力一把 成功将小方抽出来 他就是在等这一刻 七星龙的身体急剧退化 居然变成了个土拨鼠 悟空一套罗汉拳 将他骤飞 随后打出六十倍的龟派气功 七星龙挂掉 悟空拿到第四颗龙珠 三人这回来到沙漠都市 突然 天上掉下个红体怪物 他自称四星龙 早就在此等候悟空 小方忽然发动攻击 四星龙轻轻一捶 就把他给揍晕 水手多到一边 四星龙表示 你孙女没大碍 我的对手是你 其余人我不乱杀 悟空称赞四星龙是真正的对手 雅人激烈交手 悟空还没靠近四星龙 手上就突然冒火 赶紧跑旁边灭火 这正是四星龙的特殊能力 能在瞬间将体温 提升到六千多度 四星龙飞到天上 对悟空狂射太阳光线 悟空赶紧躲进酒店 结果藏到那 四星龙都能找见 四星龙推开门 搜查酒店房间 完全没注意到 悟空被门堆到墙里 成了纸片人 等四星龙到下个房间 悟空直接一个龟派气功 将他顶飞 悟空立刻撤走 四星龙又追去街上 悟空钻在下水道 连续多发手炮 将他击飞到半空 只要四星龙还击 他就转移去其他下水道 搞得四星龙很气恼 突然 悟空发现星龙不见了 紧接着 他就感觉脑壳发烫 就见四星龙站井盖上 高温烤井盖 悟空赶紧侧到外面 四星龙紧追上来 悟空使出太阳拳 将他致盲 接着打出一道冲击波 竟然击碎了他的皮肤 随后 他就露出黄金击骨 这才是他的真面目 悟空变身超市 决定认真打一打 而在小方身边 突然 惊现一座冰雕 冰雕开裂 竟然是另一个四星龙 具体咱们下期再讲 本篇是龙珠这一帖 第44到54节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悟空变得超级赛亚人 第一到第四节 第几节最帅呢 先不说红发的赛亚神 还有赛亚人之蓝那些 认为第一节帅的扣三个一 认为第二节的扣三个二 认为第三节的扣三个三个三个 认为第四节得扣三个四 波勒觉得 你最喜欢第几节 我喜欢第三阶段 头发比较长比较帅 第四节多一条尾巴 感觉有点别扭 不过整体的话都还好 波勒喜欢第一节 悟空最初变身时 波勒看得好兴奋 好了 本期那种就要这了 这是波勒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 关注 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